第九單元的第五個部分 大家好,那我們接下來要介紹第九單元的第五個部分 那這部分我們會介紹 類比字數位轉換器,還有文字型的LCD的部分 那我們先介紹類比字數位轉換器 它的英文是Analog to Digital Comforter 它的主要的功能就是把類比訊號轉換成數位訊號 因為我們在自然界很多的訊號都是類比的 但是在單晶片或者是微控制器裡面 它的訊號處理都是數位的 所以有時候我們要把一些感測器 比如說溫度感測或者是一些濕度感測 或者是加速度計的感測 的這一些感測器訊號讀進去 微控制器裡面做處理 我們就需要這個元件 所以基本上這個元件就是把類比的訊號變成數位的訊號 那一般的感測器出來很多都還是類比的訊號 那這個類比基本上就是一個隨著時間連續變化的一個訊號 那經過我們的ADC裡面的取樣保持電路 我們可以去對這個類比訊號做取樣 那取樣完之後我們會把它量化 就把它對應的 譬如說把電壓值變成是某一個數位的資料 那就是利用量化去把這個類比電壓值變成是一個數位化的數值 所以我們最後輸出結果就是一些0跟1的數位訊號 那中間這個取樣保持跟量化的部分 就是我們ADC這個元件要做的工作 那我們常見的這個類比字數位轉換器它的規格 第一個就是它的解析度的部分 那解析度通常就是 譬如說我們有分8位元的ADC或是10位元的ADC 那接下來是轉換時間的部分 就是你把類比訊號取樣之後呢 那要把它轉成數位的資料的時間 那這個轉換時間就會影響到你的取樣的速度 然後再來這邊是類比輸入電壓的範圍 就是這個元件它可以偵測到的類比輸入電壓的範圍 譬如說是0到5伏特還是0到10伏特 那每一個IC的規格不一樣 然後再來是它的輸出資料的格式 譬如說有的是並列的輸出 那有的是串列的資料的輸出 那我們介紹這個ADC0804 這個是我們在實驗的地方 我們常會用到的一個比較容易取得的一個ADC的元件 那基本上它是一個8位元的ADC 那如果說輸入電壓是5伏特 那8位元的話就是2的8之方 所以它可以把輸入分成256個等分 所以我們最小的那個等分就是 它的解析度就是19.5mV 那意思就是說我們可以解析的程度 解析的能力就是最低可以解析到的電壓大角 就是19.5mV 那它轉換時間是小於100mV 那我們輸入的電壓範圍是0到5伏特 那它的資料是並列輸出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右邊這邊 它的 output是dB7到dB0 它總共有8個bit同時輸出 那這邊的話我們可以利用這個部分呢 我們可以把這個輸出接到我們的一個微控制器的部分 那微控制器要去控制這一顆ADC 它就需要透過一些控制角 像CS、RD、WR、INTR這幾隻角 那資料讀出來就是從dB7到dB0這幾隻角 那基本上呢 CS就是chip selector 那READ就是當它轉換完的時候 要去讀這個資料要下的一個訊號 那WR在這裡就是去啟動這個ADC 啟動這個ADC開始轉換的一個控制角 那INTR就是你啟動完以後它開始轉換 那轉換完它會通知這個微控制器說 它轉換完的一個通知的一個訊號 然後dB7到dB0就是資料輸出的部分 然後右邊這邊就是它的類比的電壓輸入 還有參考電壓的輸入 還有它的clock的input的這些的接角 那如果VREF除以2這一支pin呢 輸入是2.5Vt的話 那它的關係呢 輸入電壓跟數位輸出的關係呢 就會用這個式子來表示 Vin等於5Vt乘以Dout除以256 那舉例來說 如果說Vin是2.5Vt的話 那它的Dout就是10000000 那反過來如果Dout是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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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話 代表這時候輸入電壓是0Vt 那我們就可以透過上面這個式子 去換算輸入的類比電壓分輸出的數位訊號的關係 那這裡是我們 ADC0804的控制的時序圖 那左邊這張圖是我們怎麼去啟動 這個ADC開始轉換 那當然要去啟動這個IC的話 CS要等於0 然後WR這一個訊號要給它一個0到1的變化 所以它0到1這個訊號會啟動 它這個ADC開始去取樣跟轉換 所以當0變1之後 它內部呢 這邊有一個內部的B0的一個訊號 就代表它正在轉換 那轉換完之後呢 它會透過INTR這隻腳 輸出一個1變0的訊號 然後去通知彈晶片說它已經轉換完畢 那轉換完之後呢 基本上單晶片就或者是微控制器 就是要去把這個輸出的結果讀 到微控制器裡面去做處理 那要讀的方式可以利用RD 當然CS要等於0 然後RD這邊也要給0的訊號 然後就可以把那個資料讀到單晶片 或是微控制器裡面 那基本上只要讀出之後呢 那INTR那一隻腳就會再從0變回1 那從0變回1就代表它資料已經輸出讀取完畢 那接下來就可以再啟動 下一次就是看我們的WR什麼時候在被寫入0變1的訊號 然後它就會再開始下一次的轉換 那另外呢 除了剛剛那種模式以外 那ADC0804它還有一種叫Free Run的模式 那Free Run的模式就是 就是像右邊這張圖的接法 那基本上呢 它就是利用 把WR 跟INTR 這邊接在一起的方法 那只要一開始給它一個 譬如說這個開關START 給它一個短路的訊號 讓WR這一隻腳 從0變1 那它就會開始轉換 那轉換完之後這個INTR會產生一個0的訊號 然後讀出以後它又會變成1的訊號 所以利用這個INTR的0變1 再去觸發WR的那一根腳 那用這種方式它就是每次轉換完 它就會再啟動下一次的轉換 那這種方法叫Free Run的模式 那接下來我們看這個範例 那這個範例是先利用微控制器 那它會有RD、WR 還有INTR跟DATA這幾隻腳 會接到這個ADC0804 那利用這幾隻控制腳 根據那個時序圖來控制這個ADC 所以一開始這個Port1是接那個 當成INPUT的腳 就是接到它的DATABUS 那我們先把INTR設成1 然後在這裡我們把WR設成0 再變成1 那0變1之後呢ADC就開始轉換 那轉換的時候我們就去判斷INTR這隻腳 有沒有從1變0 如果是1的話它就一直在這一行一直執行 那如果變成0之後代表它轉換完 那這時候我們就把RD腳變0 去讀它的ADC輸出的資料 那讀進來之後呢就是我們 就看要資料要做什麼轉換 然後再把它丟到顯示器去顯示 然後讀完就把RD再變成1 那再回到下一次的重新的取樣 那在這邊我們來介紹一下文字型的LCD 那這也是屬於顯示器的部分 那LCD其實也是一種常用的顯示的裝置 那在這裡我們介紹一個16x2的文字型LCD 那它的資料呢 基本上可以有8位元的通訊跟4位元的通訊兩種 那右邊呢是這個文字型LCD的接角圖 那通常它會有電源角 跟一個V0角 那V0角這邊就是可以用來調整那個LCD的對比度 然後這邊RS是它的控制角 那基本上E的話就是 會可以讀取或是寫入那個資料暫存器的部分 那RW這一隻腳就是讀或寫的部分 那E就是Enable的訊號 然後下面這個DV0到DV7就是它的資料 資料線的部分 那最下面這個是有的LED會有背光 所以如果要接LED背光就從這兩隻腳 那我們來看一下LCD的寫入的控制方法 那基本上這個LCD這個元件也是接到我們的微控制器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RS RWE 跟這幾隻控制角去控制現在的資料表寫入 那基本上RS剛剛講過這個 如果是0的話就是寫入它的命令暫存器 或是指令暫存器 那這隻腳是E 就代表現在要寫入的資料 是要寫到LCD裡面的資料暫存器 那RW這一隻腳如果是0 就是代表現在是要寫進去 那E就是讀出來 那我們基本上順序就是 就是先把RS設定好 然後RW這隻腳設定好 然後再來我們就是要把寫出去的資料也準備好 放在那個資料線上面 然後再來我們的Enable這隻腳 就是要有一個E變0的訊號 所以在E變0這個訊號的時間點 我們的資料就會被寫到LCD裡面的資料暫存器 或是指令暫存器 那基本上這個整個LCD的控制 其實還算有一點複雜程度 所以在這一個單元裡面 我們有整理了一些比較常用的 一些LCD的控制的一些函式 那這些函式我們會在Source Code裡面 都會有它的Source Code 可以在網路上可以找到 那在這邊的話 我們為了方便控制LCD 我們這些函式都是根據我們的 Datasheet的一個命令表去製作出來的 那大部分的函式就是在下面這邊有列表 比如說LCD的初始化的函式 然後輸出一個字源到LCD 或是輸出一個字串 然後或是清除一個行的暫存器 或是清除所有的顯示的暫存器 然後把游標打開或關起來 然後移動 把游標移動到指定的行跟列的位置 或者是把游標左移右移 那這邊的話就是 把指定的行清除並顯示指定的字串 有這些函式 那我們看一下那個Datasheet上面的 LCD的控制的流程 那在這裡的話呢就是我們 這個LCD initial這個函式就是根據右邊這個 Datasheet上面的一個命令表 跟那個控制的流程圖來寫出來的 那在這邊的話就是先 delay一個15個minisecond 然後在這邊的話我們就是 依據這個流程我們會寫入相關的控制的資料 那基本上我們LCD write command 4bit 這個方形呢就是 只會寫入我們這個 像0x38這個就是會把3寫進去而已 8的部分其實是don't care的 那接下來這邊就是寫入一些控制的命令 那在這裡的話我們用到一個方形 是LCD write command 那基本上它就是 像0x28它就會先寫入2再寫入8 所以這個函式跟上面那個4bit的寫入函式是不一樣 那寫完之後這邊會把LCD打開 那這邊的話就是我們 剛用到的LCD write command 4bit 這個函式 那基本上它的寫入方法就是根據時序圖 所以可以對照右邊那個時序圖來看 譬如說寫完RS以後寫wr 然後把enable變成1 然後在這邊就是把資料寫進去 資料寫 然後再把enable這一隻腳 從1變成0 然後接下來這一行就是寫完之後再把它變成1 那下面這兩個就是我們 剛剛用掉的那個LCD write command 的函式 那右邊這個是LCD write data 那write command 跟 write data 其實只差在最上面這個 RS的這個bit是要0還是1 那基本上這兩個函式都是會寫入兩次 就一次寫入4個bit 那寫兩次就是寫8個bit 好那我們剛剛這一個部分已經 把ADC 就類比到數位轉換器 還有文字型的LCD 有它的控制的原理有做過一個介紹 那下一個部分呢我們就會 可以利用這兩個裝置來做一個實際的範例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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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